柯文哲的妻子陈佩琪 自暴用儿子当人头开设公司 所任职的北市联姨 在明天将要召开考机会来处理 好不过最近陈佩琪又被踢爆了 她是来到立法院附近看房子 而且锁定的是高价1.2亿元的豪宅 对此陈佩琪一改闪躲的态度 她强调看房是为了儿子结婚打算 民众党都可以每天开记者会 我为什么不能够在家里每天小型的记者会 可以啊 欢迎啊 每天都来 一改先前闪躲态度 陈佩琪停下脚步 只求对决正义问题 毕竟柯文哲身陷假装风暴 夫妻俩一言一行被受关注 就连生日贴文一张照片都被放大解释 里头拍摄者穿着似乎有点太清凉 是我老公帮忙拍的啊 对啊 他当然是有穿衣服 可是在家里他如果老公没有穿衣服 这个也不违法吧 有问必答揭露生命男子身份 只是陈佩琪却在被爆料 就在柯文哲政治现金金流遭调查的同时 他人还在台北市四处看房 柯文哲的妻子陈佩琪遭爆料 上个月还在台北市看房 而其中一间被点名的就是这栋 位在立法院旁边 步行不到一分钟就可以抵达 要价1.2亿 只是想买房钱从哪来也引发质疑 时间点敏感刮听了以下 不过陈佩琪反驳买房权位 儿子准备 儿子都30岁了 他就是想要帮他结婚 有在到处晃晃看房子是没错 疼爱孩子再度忍议 自保佑儿子人头开设公司 也被质疑违法 加上先前闪躲媒体独房 更被录到这一幕 疑似找人代差意识人员卡 周三连一将召开考机会 一并处理 要求陈佩琪到场说明 我要拿到那个连一拿到的 那个检举人的检举信函 不可能每一个 就是每一家都去给他问说 陈佩琪有没有在你们这边监制 你要开一个 我没有在你们这边工作的证明 退休在即正义连环报 陈佩琪态度大转弯 强化语权也要坦然面对 各界检视 接台北综合报道